这是阿尼亚和贝基为舞会挑选礼服的故事 在管家玛莎的陪伴下 阿尼亚和贝基再次来到了规模夸张的店里 听说阿尼亚又要和贝基去逛街 黄昏立刻紧张了起来 阿尼亚告诉贝基父亲说家里不富裕 所以不能像贝基一样定制 只能选成衣 贝基则告诉他最近有很多好看的成衣 但也不算便宜 走进店里后 阿尼亚感叹有好多轻飘飘的衣服 贝基则微笑着表示 选衣服要先确定方向 这次的重点在于怎么让达米安坠入情网 一举射中其内心 听到坠入二字 阿尼亚第一反应是将达米安从悬崖上推下去 于是联盟表示杀死刺子可不行 贝基则解释说当然不是要杀死达米安 但确实得抱着类似的决心 随后亲自为阿尼亚挑选了起来 就这样 阿尼亚开始以杀死刺子的衣服为目的是穿 贝基推荐了轻飘飘的少女风格 和俏皮活泼的迷你裙 并询问玛莎觉得怎么样 但想了想 感觉玛莎好像不感兴趣 对此 玛莎微笑着反驳说 自己也经历过未挑选礼服而苦闹的时期 听了这话 贝基好奇地追问 那时候是不是有喜欢的人 而玛莎只是笑而不语 就在此时 阿尼亚突然喊贝基来看自己选的黑色礼服 贝基感叹这件确实有够典雅 觉得确实可以用不同以往的方式攻略达米安 让他见识一下阿尼亚成熟稳重的样子 而阿尼亚之所以选这件 是因为款式很像约尔杀人时的衣服 阿尼亚会努力杀死次子 不可以杀他了 为阿尼亚挑完礼服后 贝基开始选自己的款式 为了避免和阿尼亚风格重复 这次贝基决定选择可爱路线 定制一款相对幼稚的礼服 但要加上和自己匹配的亮晶晶装饰 而这个想法被玛莎吐槽 请示可而止 就这样 选好礼服的阿尼亚被玛莎送回了家 看到女儿今天花销高达5000达尔克 无敌的黄昏又倒下了 为了不被管理员杀死 黄昏提出退货只租一天来船 但被阿尼亚告知 店员说手出不退 值得一提的是 窥探到老父亲新生的阿尼亚 结合今天的经历 总结出了一个新的知识 玛莎服不是要杀人 就是会被杀 既然已经在这个计划上 投资了5000达尔克 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带着这样的想法 黄昏面色恐怖的提出 陪阿尼亚练习跳舞 这让阿尼亚只呼魔鬼 在黄昏的训练下 阿尼亚的进步可谓十分不明显 头昏脑胀的他 不仅总是踩到父亲的脚 还一不小心踩了邦德的尾巴 疼得邦德嗷嗷大叫 并因为打翻了 约尔刚泡好的茶 被浇成了戏狗 前子行警 黄昏再次感到身心俱疲 带着5000达尔克 打水漂的沉重心情 宣布放弃训练阿尼亚跳舞 转身帮助妻子收拾残局 毕竟现在除了阿尼亚的方案二 还有悦尔的方案三可以推进 前子行警 阿尼亚紧张了起来 连忙来到父亲面前 说自己不想放弃 挑努力练习 这让黄昏有些诧异 黄昏问阿尼亚 就这么想和达米安跳舞吗 阿尼亚的回答则是 父亲说过要珍惜朋友 因此自己想通过跳舞 和达米安和好 听闻此言 黄昏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告诉阿尼亚明天放学回来 继续特训 第二天 阿尼亚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在学校里 贝基问她怎么了 得到的回答是 昨天训练过头 而看到阿尼亚 奇怪步伐的达米安三人组 则毫不留情地挖苦起了她 小哥们说 阿尼亚是刚书生的小鹿小猪 达米安则更过分 说阿尼亚应该是因为逞强买了礼服 导致饭都吃不上 饿得在家里吃橡皮渣 所以身体不舒服 气得阿尼亚差点又动手打人 回到家后 阿尼亚带着一辈子都不与达米安和好的决心 坐在电视机前 坚定地拒绝了 昨天和父亲说好的跳舞特训